陳建仁副院長是1951年出生於台灣高雄其山 從台大公衛研究所畢業之後 到John Hawkins取得流行病學博士 他擔任台灣大學副教授教授 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 流行病學研究所創所所長 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座於英才無數 他在台大任教期間從事流行病學研究 建立了分子流行病學實驗室 開創了我國分子流行研究所之先河 於1998年47歲的時候當選中央研究院士 2005年獲得台灣最高科學成就的總統科學獎 並且獲選為美國流行病學院院士 世界科學院院士 而且事實上我還記得 他還得過法國中理學術勳章 而且在去年被教廷封為爵士 是哪一種爵士我已經忘掉了 但是教廷爵士 這是我非常羨慕的榮譽 他從2011年兼任本院副業長迄今 陳越是除了以流行病學 預防醫學跟人類遺傳學等研究享有盛名之外 更履履擔任重要公職 曾經擔任國科會副主委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等重要職務 他在2003年擔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的時候 成功領導全國 迅速遏止SARS的流行 建置全國感染症醫療體系 大幅強化衛生防疫能力 在國科會主委任內 他全力提升科學發展 拓展國際合作 推動生醫產業要進 除此之外 陳越是在繁忙的公務之餘 常常應報社之腰撰寫專欄 以深入潛出的文字 分享醫學新資 推廣健保知識 而且他在許多公益活動 非常的熱心 充分展現知識分子 精視之用 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操 立德 立功 立言 前面三個都有了 在學術上是立言 立功是擔任的 國科會還有衛生署 還有中院院的副院長 那麼立德呢 我剛剛提到他 有非常濃厚的宗教 純潔濃厚的宗教信仰 有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操 今天陳院士將以個人化的醫學專題 為我們帶來精彩演說 現在讓我們以熱力衍生歡迎陳建仁的宗教信仰 謝謝王副院長的介紹 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用中文來跟大家介紹 Personalized Preventive Medicine 個人化的預防醫學 追求健康跟長壽 一直是人類這一輩子追求的理想 但是人類跟疾病之間的戰爭永不止息 公共衛生呢 就是幫助每一個人來促進自己的健康 預防疾病 還有延年益壽的科學跟藝術 就所有的預防醫學的知識來看 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 最有效益 最有效率的方法 就是預防接種 實際上傳染病對人類的影響 在20世紀以前 是一個每次的瘟疫都來帶成 神經上萬的死亡 而且這一個傳染病跟人類是有很長久的相處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3000年前 天花已經造成人類很大的危害 那這一位化老王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有留有天花 所留下來的 這一個結巴的情形 跟這一位可愛 但是又可憐的小孩子是一樣的 所以3000年前跟到了20世紀 天花都是人類 一個很大的挑戰 一直到了1967年 英國的醫師 Edward Jenner 他就發明了重牛鬥的方法 但是很有趣的是 重牛鬥竟然可以預防天花 所以Jenners當時就利用重牛鬥的方法 來預防天花 可是這一個卡通告訴大家很有趣 每一個人都擔心中了牛鬥以後 大家都會有牛鬥產生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在當時雖然不了解天花病毒是什麼 可是我們已經可以透過重牛鬥 透過了交叉免疫的反應來預防天花 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到了1967年 才展開了全球性的天花預防接種 一直到了1979年 經過專家委員會的認定以後 認為天花已經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而且在1980年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定 但是台灣在1955年 甚至世界衛生組織推動天花的全面的防治以前 就已經撲滅了天花 1974年世界衛生組織 因為有看到天花防疫的成功 所以開始推動了所謂的擴大預防接種 EPI的計畫 而這個EPI的計畫 在1992年加入了B型肝炎的接種 B型肝炎的接種 實際上之所以會加入1992年 再加入EPI program 就是因為台灣在1984年 有一個很成功的全球性的預防接種的計畫 這個計畫能夠成功 我們可以來先講一下 Dr. Beasley在台灣所做的研究成果 Dr. Beasley在1970年代 他首先研究為什麼台灣的B型肝炎會這麼盛行 他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母子傳染 如果媽媽是B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 她的小孩子31%的會變成慢性代原者 如果媽媽是病毒複製很厲害的 抗原陽性的媽媽的話 她的小孩有85%成為B型肝炎代原者 這要怎麼辦呢 我們能不能用很好的方法避免她從媽媽傳給小孩 所以在這個時候 Dr. Beasley 他開始跟台大還有榮種 進行了相關的這個合作研究 他發現用免疫球蛋白跟疫苗接種的小孩 相對於沒有接種的小孩 沒有接種的小孩 經過了12個月以後 有90%變成慢性代原者 但是接種了B型肝炎的免疫球蛋白跟疫苗的小孩 只有5%變成代原者 因為這樣的成功 所以在行政院的努力之下 我們就推動了所謂的肝炎防治的計畫 在座的純定性院士 還有已故的松若樓院士 以及羅光瑞教授 他們在肝炎防治委員會 推動了全國的離行肝炎的預防防治 相當的成功 從1984年開始 這個接種計畫 我們可以看得到 本來在6歲的小孩子經過衛生署的調查 還沒有接種以前 6歲的小孩是10%是代原者 經過了1985年的新生兒接種以後到6.3 經過1993年到1.7 後來衛生署就沒有再做追蹤的研究 但是張美輝教授的研究 發現在2007年的時候降到0.7 2010年已經降到了0.1 換句話說 B型肝炎是很成功的預防接種計畫 更重要的是 這個B型肝炎接種計畫 成功了以後 我們經過了30年來評估 到底這個計畫對台灣有什麼好的影響呢 我們發現新生兒的猛爆性肝炎 假設1977年到1980年是1的話 那經過年齡性別調整以後 那我們發現到了2007到2011年 下降了97% 也就是說97的嬰兒猛爆性肝炎可以預防 而慢性肝病的死亡率 從1977年到1980年 下降到2001年到04年出生的小孩子的話 可以下降90%的慢性肝病的死亡率 而肝癌的死亡率可以下降80% 所以預防接種是可以預防傳染病毒的感染 而且可以預防慢性肝病 因此呢 預防接種可以說是一個促進全球團結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它也可以 可以說是不應該有國界而不應該有任何sector的差異 但是呢 這個預防接種的Universal coverage 我們發現還是有很多的國際還有國內的健康的不平等 因此呢 我們常常再問一個問題 這麼昂貴的疫苗 在開發國家以製造的疫苗 是不是能夠在未開發中的國家 或者正開發中的國家呢 能夠應用呢 如果疫苗沒有辦法 能夠普遍到所有貧窮的國家的話 那這樣子 富有的國家所做的疫苗 要用在窮人的國家 是不是就像教宗所講的 這是有錢人從貧窮的人桌上去搶他的麵包呢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剛才我們講到B型肝炎 是因為我們知道B型肝炎的病因在哪裡 但是呢 不知道病因以前實際上也是可以預防疾病 這是英國的醫師叫做John Snow 這個是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的教授 陳光北教授 John Snow他在1854年的時候 研究倫敦的破亂的epidemic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經過三個月的epidemic的時候呢 在這一個倫敦的唐人區的地方 就是SOHO這個地方 Blowick Raw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很大的流行 後來呢 經過John Snow的調查 發現在這一個地方 有一個水栓特別厲害 用這一個水栓的水的人 都會得到Hot Run 因此他建議市政府 把這個Handle給Remove 結果呢 果然就不再流行了 所以我們常常講Handle has been removed 就是找到了一個疾病預防的原因 那今天如果你有機會到SOHO去 不要忘掉去看這個Handle被Remove掉的 這個紀念 John Snow的一個紀念的歷史時機 實際上在台灣也有同樣的故事 烏腳病呢 是台灣地區西南沿海很嚴重的疾病 你可以看到病人呢 這個腳會變黑 而且呢 必要切除的時候 醫師會給他切除 很可憐的是這些人除了腳會變黑以外 甚至他的手指頭也會變黑 這樣的一個奇怪的疾病 經過了陳公北教授的調查 發現說 這裡的地方的人 如果他喝千井水的人 千井水的人 不會得到烏腳病 那如果他們喝的是地和井 就是深井水的人 就會得到烏腳病 如此明顯的差異 因此陳公北教授就建議 在當地把這個地和井 深井水完全去除 去除掉以後烏腳病果然就不見了 但是呢 現在全世界 在很多的地方 仍然有大概有3億到4億的人 喝的井水是不合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世界衛生組織利用我們在台灣所做的研究 設定了飲水中的深含量 應該是10ppb 全世界超過10ppb飲水的地方 一共有大概4億到5億人 我們怎麼去幫助他們呢 這是一個值得公共衛生深思的一個問題 通常在疾病的研究上 我們常常講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疾病的特定的病因 要治療他就很容易 如同剛才蔡醫院士講的 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到特定的陳寗以前 要控制Alzheimer disease 是很困難的 1905年的諾貝爾獎得主 這個 他提出了一個假說 很簡單 要證明一個病因是 一個傳染病原 就是在有病的動物體內 可以Identify 出來一個病原 這個病原 可以在體外培養 體外培養的病原 在打到健康的動物體內 健康的動物體內 會生病 而這個健康的動物體內 再抽出來 Identify他的這個病原 跟原來的病原是一樣 如果是這樣 那這個就叫做 一對一的因果率 但是呢 扣河也發現說 哎呀在他研究的人當中 有很多得到傳染病原感染的人 並不一定會發病 所以並沒有說有病原就會發病 發病一定是單一病原引起的 並沒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在公共衛生 預防醫學或者醫學上 我們常常講 一個人得到了病原的感染 實際上他是有一個健康的光譜的 有些人是健康的 有些只有吃臨床症狀 有些是微樣輕症中症重症到死亡 而且更有趣的是 這是一個病原病的精緻塔 死亡的畢竟是冰山上的 這個很小的一個地方 大部分的都是mine moderate severe 那這樣一來的話 就會問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可以預測 什麼樣的人會發病 什麼樣的人不會發病嗎 能不能夠進入預測的醫學呢 那肝癌是臺灣重要的疾病 它也是全世界重要的死因 很不幸的在東南亞 跟沙哈拉沙漠與南的非洲 是肝癌最高的地方 臺灣也是盛行率很高的地方 我們的名譽院士 Baruch Blumber 在1964年發現了B型肝炎的病毒 他發現B型肝炎病毒以後 大家就開始看看全世界的 慢性B型肝炎的地理分佈 很有趣的就如同剛才肝癌的分佈 一樣也是在東南亞 跟沙哈拉沙漠與南的非洲 有比較高的B型肝炎的代源率 所以B型肝炎跟肝癌之間 有很好的地理上的相關 Dr. Beesley也利用長期追蹤 建立了彼此之間的因果性 目前大概全世界有3億到4億的人口 是有慢性B型肝炎 而B型肝炎會引起肝癌跟肝癌化 但是B型肝炎病毒 並不是所有肝癌的病因 換句話說B型肝炎是A cause Not a cause 在釣運患院士的這一個圖裡面 他告訴我們B型肝炎病毒 感染到健康的Liver 有些人會引起纖維化 有些引起肝硬化 肝硬化的人會導致肝癌 或者肝臟的代償不全 以至於死亡 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到底誰會往前跑 誰會留在原來的地方 那這樣的預測 對於醫師照護病人 或者病人自己的健康管理 相當重要 我們在2002年的研究裡面發現 B型肝炎帶緣的人 如果1抗原陽性 相對於1抗原陰性 有比較高的風險 而且在2006年 我們也發現 如果血液當中的B型肝炎病毒 的DNA濃度越高的 那它產生肝癌的風險也越高 有劑量效應的關係 我們在2008年又發現了 B型肝炎病毒有兩種基因型在台灣 C基因型的人 比起B基因型的人 有比較高的風險 會產生肝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真的可以預測一個人 B型肝炎帶緣者 產生肝病的風險嗎 答案是可能的 但是有點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年紀越大的人 有肝癌家族史的人 男性 或者是肝功能異常的人 或者有酗酒的人 加上剛才講的 這三個B型肝炎病毒的特徵 都會引起肝癌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那就像梁根義校長 要教我們的一樣 我們能不能把這些 多重的預測因子 納入一個簡單的預算公式呢 那這個叫做風險評估的公式 叫做Risk Calculator 那這個Risk Calculator 在臨床的領域裡面 我們常常用到 特別是心臟血管疾病 我最後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就是用很多的Risk Vector 合在一起 做出一個很簡單 讓大家都能夠用的 預測疾病發生風險的 一個公式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做出來的一個公式 是怎麼樣呢 如果我們知道 他的性別是男或女 年齡是幾歲 知道有沒有家族史 有沒有酗酒的習慣 還有肝功能的指標是否正常 以及依抗原是陽性或陰性 B型肝炎病毒 DNA的濃度是高或低 還有HPV的GENOTYPE是多少 那我們呢 只要把簡單的分數加在一起 那就可以來估算它 5年產生肝癌的風險 或者10年產生肝癌的風險 所以除了預防醫學以外 我們還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 叫做預測的醫學 Predictive Medicine 那我們都是科學家 科學家常常講一件事情 叫做No variation No science 大家都曉得說 這一個Charles Darwin 他就從生物的多樣性當中 去推斷出來了演化論 而且更有趣的是 我們也發現這個Grigo Mendel 他從豌豆的研究看到紙袋的變異性 推出了所謂的遺傳定律 但是呢 這個McClintock 他更從這個Mandellian Law的 Radiation當中 再去發現了基因的重組的現象 所以個別的差異性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從個別的差異性當中 就可以帶領我們進入所謂的 Personalized Medicine 那在這個Personalized Medicine當中 換句話說 每個人因為他的風險因子不同 發病的危險也不同 我們可以預測 那當然啦 我們要治療病人的時候呢 也就要進入了所謂的測量 我們要知道這個病人是醫抗原陽性 病毒的DNA是多少 他的肝功能是否有異常 來決定他需要追蹤呢 還是要做抗病毒藥物的治療 甚至年齡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常常講 No measurement No management 所以在B型肝炎的防治上 固然是這樣 但是呢 在除了B型肝炎以外 實際上人類也面臨了更多的 所謂的退化性的疾病 就如同剛才蔡院士講的 很多的退化性的疾病 都是Multi stage pathogenesis 就是多階段的治病機制 在易感受期 臨床期 還有殘障期 死亡期 每一個階段的推進 都有不同的危險因子在 那它是透過了基因跟環境的互動 來推動了疾病的進展 因此我們能不能夠透過長期的追蹤 來預測一個人發病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們國家的 這一個學術的重要的人物 所以呢 我也在這裡來跟大家講 怎麼樣來預防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疾病來促進自己的健康 而且很重要的一個公共衛生的研究 就是Framingham Heart Study 它是從1948年 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呢 開始呢 追蹤5209個人 然後長期追蹤他 看看後來會不會發生心臟血管疾病 那它建立了不同的 像是心事正常症 然後呢 還有心臟血管疾病 先天性心臟病 還有冠狀 動脈心臟病 糖尿病 高血壓 還有間歇性剖形 就是周圍血管疾病 還有腦中風的預測 所以我們是可以預測一個人 產生心臟病的例子 再舉一個例子來看 在Framingham Study裡面發現 年齡越大的人 擋固醇異常的人 高密度脂蛋白擋固醇 比較低的人 還有呢 血壓比較高的 糖尿病比較 有糖尿病的或者有搓淹的人 有比較高的風險 那它甚至可以跟你算出來說 有不同分數的人 它的風險是多少 假設我有糖尿病 我滯留了糖尿病 也許我的風險 就從25%降到了16% 如果我不抽菸 也許我就從8% 16%降到了10% 如果我控制我的檔固醇 也許會從10%降到7%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 不同的Risk Predictor 如果得到了適當的照顧的時候 那我們是可以減低自己 未來產生西藏血管疾病的風險 所以各位院士們 我們今天面臨到一個時代 這個時代就是透過我們自己的 生活型態的改變 來主動預防疾病 而不是被動的去接受疾病的治療 如同剛才蔡院士也講過 在未來的10年 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能會有一個 Billions of data points 來告訴我們 怎麼樣來預測 我們自己的健康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而且也有很多的統計學家的幫忙 還有資訊學家的幫忙 我們有很好的computational tool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能夠來看看 對於我 對於你 我們怎麼樣有一個好的方法 透過行為的改變 健康行為的改變 來避免這個慢性疾病的產生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optimize我們的wellness minimize我們的disease 但是在疾病治療的時候 我們也要注意到 也有個體的差異性 所以剛才說 to be or not to be ear 現在是to be or not to be treat 這個陳淵蟲院士的研究 告訴我們說 吃了不同的藥物的人 如果他具有某一些基因 他可能會產生一些副作用 所以就要趨急避兇 不要去吃這些藥 那這個鄭泰安院士 鄭泰安教授跟陳淵蟲院士 他們最近的研究也發現 用鯉鹽來治療 這個bipolar disease 這個精神病的人 有某一種基因型的人 有比較好的效果 所以未來我們也要知道 一個人的基因型以後 藥物治療有效沒效 可能會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第二個就是說藥物治療 會不會有副作用 也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所以未來的醫學是什麼 是一個我們現在的醫學是 Healthcare Provider Driven Reactive Disease Treatment Mode 換句話說 現在我們是治療疾病 治療併發症 治療腸脹的情況 但是未來是我們每一個人 是Consumer Driven Proactive Disease Prevention Mode 我們希望避免疾病的產生 避免病發症的產生 避免腸脹 避免死亡 所以個人的參與就很重要 所以這就進入了所謂的 Participatory Medicine 因此 Reloid Hood 這個美國科學院的院士 他提出來有一個 未來的醫療照護的 健康照護的產業 是屬於P for Medicine 哪是個P呢 就是Preventive Medicine Predictive Medicine Personalized Medicine 還有Participatory Medicine 那未來我們透過了很多 像是糖體學的標記 或者Metabolomic的標記 或者Genomic的標記 Proteomic的標記 我們建立了 所謂的個人健康資料 利用個人健康資料 以透過了Big Data的Analysis 我們就可以對一個人 未來的健康的發展 有比較好的控制 那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們中央研究院 在歐院長領導下的 這個Glycomic的研究呢 是世界有名的 而利用這樣的 剛才的 OMIC 跟這個Deseed Prediction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利用OMIC 方法來製造不同的 診斷的試劑 或者製造 治療的藥物 進入了一個新的 皮膚藥物 而這個Driving Force 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每一個人 可以透過很多的Bio Signature 來Quanify 我們自己的健康 Quanify Yourself 最後要跟大家講的是 一個疾病的產生 就好像我們昨天 聽到了美麗的音樂 它要有很好的樂譜 還要有很好的心耳 還要獲得很好的樂器 同樣你的疾病 也是你的基因 跟環境的交互作用 所造成的 所以基因很重要 但是你自己的健康維護 自己的減重 運動 控制飲食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中央研究院 現在開始Taiwan Bay Bio Bank 就是希望收集10萬個病人 20萬個健康的人 收集各式各樣的重要 國人重要的疾病 經過12年的追蹤 來累積更多更多的Bio Signature 的Information 然後對國人的Predicted Medicine 或者是Preventive Medicine 有最大的貢獻 那最後呢 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這是我們台大醫學院 關護後的第一任的院長 杜聰明先生 杜聰明先生曾經講過 下醫醫病 中醫醫人 上醫醫國 下醫醫醫病 中醫醫疆病 上醫醫未病 實際上杜聰明教授 杜聰明院長 實際上在他那個時候 就已經預言到了 預防醫學的重要性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傳奇 讓我們每一個人 大家努力做好自己的 自我健康管理 增進大家的健康 最後祝大家身心靈 永保健康平安喜樂 謝謝